小聖 我們講這個小聖 跟這個大聖 我上回提到這個小聖跟大聖 都是言 因為以前佛陀住世的時候 他講小聖 講小聖 原始佛教本來是從小聖 再來是大聖 最後才是密聖 苦疾密道 這四個字 四地法 是小聖的一個中心 休無我 無他 環繞斷出 成就阿羅漢 不在這個奴迴轉世 應該講起來這樣子的修行 也是值得讚揚 並不是說就不好 只是他只是一個治療漢 那麼大聖 他就是說花菩提心 佛大業花菩提心 像地藏王菩薩一樣 地藝不空啊 事不成佛 地藝沒有空啊 他就不成佛 他永遠是個菩薩 地藏王菩薩 所以你說現在 地藏王菩薩突然間 換了一個名號 叫地藏佛 不對啊 我還在啊 怎麼叫地藏佛 你只要你在 你還佛著 他都是地藏王菩薩 除非你也是成佛了 他才叫地藏佛 就算你成佛了 他還是地藏王菩薩 這個是花菩提心的 大聖的精神 主要在度眾生 以自己的開悟 去覺悟所有的眾生成佛 這個菩薩就是 結友情嘛 結友情就是菩薩嘛 像師尊就是發了這個 大聖的這個宴 要生生世世度眾生 小聖的人啊 他不喜歡輪迴 不喜歡轉世 輪迴太痛苦了 轉世也很辛苦啊 跟眾生在一起 就被污染 就被污染 那不要很簡單 舉一個例子 那天星期六我問事 你年齡進來跟我講 後面那個人很臭 真的 哦 哦 很味道的 蠻人的 叫我小心一點 這個人一進來啊 我閉嘴呼吸的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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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呼吸 沒辦法 吸一口 哦 兩眼黃白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臭味啊 前身發出來哪一股氣啊 整個問事的房間都是臭的 眾生的污染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你度眾生 你到底是度眾生 還是被眾生度 大聖啊 要先寫小聖 小聖 你要自己先啊 度自己成就了 真的有了基礎了 你來發菩提心 也可以了 反正你還沒有成就以前 你也可以發菩提心 反正你菩提心發的多大 願多大 行多大 成就就多大 所以也不可以批評小聖 真的 你小聖 已經成就了 這個時候來發菩提心 修大聖 也可以 但是呢 直接大聖入手也可以 但是你要記得 眾生啊 視於軟的 眾生是度不盡的 所以有人講 地藏而菩薩要第一空 有一天一定會空 哪一天呢 一個答案 從沙子裡面能夠擠出油 眾生就度盡了 你說把一個海邊的沙子抓過來 沙沙沙沙沙沙 它會滴出油嗎 眾生不可思宜啊 你第一要空 油 有一天會空 沙子可以擠出油 它第一就空 所以我發大聖 這個菩提心的人 它是不管未來的 它喜歡輪迴 喜歡轉世 生生世世要度眾生 甘願跟眾生在一起 心甘情願受苦 其實苦也是樂 真的 所以我們中國日最好痛苦 不是痛快 有痛才有快樂嗎 有痛才有快樂嗎 痛苦 以後才會有快樂的 所以大聖菩薩 它的精神就是在這裡 一切都是心甘情願 受苦也是心甘情願 輪迴轉世也是心甘情願 生生世世 這個菩提心就是偉大 就是在這裡 生生世世度眾 明知道眾生難度 它還是要度眾生 難行能行 就是菩薩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大聖跟小聖 各有因緣 各有因緣的 這個 也不能怪小聖 那也不能講大聖不好 大聖它的發心 它的厭 它的菩提心偉大 小聖它的立足點 它的無有無他 它的自己本身 把自己 變成聖結的阿羅漢 神聖的 親近的阿羅漢 這個偉大 都是偉大 完全是緣分的問題 因為眾生裡面 是從眼睛一看 這個人有眾生的眼 那麼他就來修大聖 很好 去度眾生 修六有度 萬行 那這個人呢 嗯 自閉症 他自己都 度自己 都有點快不行了 那麼他只好修小聖 修無我 把自己的煩惱斷除 再無他 就要進入空性 這個修小聖 你叫他去度眾生 你打死他 他也不出來 你踢他的屁股 他也 老實講 他連換一個屁都難 都很困難 這正是緣分 眾生各有天性 有的時候是 他為他自己 有的時候是為眾生 所以這個小聖跟大聖 我的講法跟人家不同 不能夠互相批評 要互相依辭 但是同樣都是佛說 同樣都是釋迦牟尼佛本身所講的佛法 那一個名言分 去修行 小聖也好 大聖也妙 像師尊來講起來 生生世世度眾生 就是不怕苦 不怕難 碰到 遇到這個苦 遇到難 就更勇猛 更加的勇猛 緊緊 把苦也當成享受 當成一種享受 苦也是享受 像我們喝苦茶 哎呀好苦 還要喝 總會乾一點吧 總有時候會乾一點 這個就是菩提心 歐馬尼佩密歐